虽然大水已经脱了 但第21山新专业公路危机还没改毒 主要就是接近新与兴隆荣会 没得忘冠军这个路段 已经出现严重帮山的状况 汽水不断穿摔山拼 一旦情况不改善 百百风采水里向新串串的新专业公路 几段被大水穿着欧望中的重演 如果我们没有先把这个 抢险的鸡做保护好的话 那下一次豪雨台风来的话 这个整个路机都会掏空 会跟那个新三段一样 巴巴封灾之后 那个整个路机流失 整个路面都不能过 就因为这个危机 中影响到新与党部温转 以及几个部落对外交通 定向立委任命真正正 希望相关单位可以紧索尊来撑收 我们希望赶快进行这个工作 能够立竿见领 能够建造成效 如果不赶快保护措施做好 再第二个台风来 会把这个路段冲回 我们要进行信力 要往河山东埔 这个观光区 就交通又受到中断 我们也记得说 这个附建的工程 可以11日看到它的成果 来保护到这些处置的面子 和保护到在地这些观光的生机 任命真正来 河川丘和公路丘 丹座进行会计 中断单位了解状况以后 也人当电风对道路交通出现重大危机的訴求 河川丘和公路丘都表示 会会合上配合成进行抽烧 任后退当后受的福建工程 在底头先做的一些 粉丽土抛块 粉丽土筷子来做一个保护 做先适当的保护 后续我们再来 报数来评刊 来做这个 互换的一个整建 我们会配合河川局 它在河道的这个改水之后 我们马上进场来办理这种 陆基的这个 零河测的这个加固 的这个零湖保护工程 然后随后 也针对这个褐漏的边坡 也会做一些稳定的防护测试 河川局表示 将生理用马车工来保护树 先我们国基础以后 再来冰国洪华事实 以及由公路局进行树树 我们国工程 依旧王家省彩虹报道